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三次都被逼平 最后还遭遇了独秒绝评 最终 凭借着孙兴明 贝尔和阿里的进球 热刺三至三战平临死 如果要找热刺的大问题 那显然是哈特 热刺的第二个和第三个丢球都跟哈特直接相关 对了 哈特怎么又被进世界锅了 如果丢一个两个是运气问题 那么一直这么丢球 显然跟基本攻和站位的问题是分不开的 不过好在热刺还是拿到一分 小组确定出现 在最近几场比赛中 奔冬未来的状态有着很明显的提升 但热刺后防线还是容易被打穿 这个问题需要牧帅去解决 安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阿老板